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舞者 他的作品永远在无声当中见惊雷 在柔软当中又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他最擅长的是用非常惊艳的舞蹈 来讲述最平实 最接地气 最能让你有共鸣的 你身边的故事 所以他的舞蹈常常会让 非舞蹈专业的人也能看懂 也能感动 甚至也为他落泪 他就是永远看不到极限的胡沈源 在这个舞台上 给我最大的两个印象点 我能够记起来的 可能跟跳舞无关 一个是关于你 所有的人 都在尽他们的努力 去更了解舞蹈 怎么讲舞蹈 怎么把舞蹈 这么不太让人懂的语言 把它放到电视屏幕里 能够让观众看懂 我想那是属于这个舞台的 另一种温度 舞蹈 舞蹈它不仅仅只是半舞 它也有自己的思考 我母亲送我去上学的时候 她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 我从这个动作引发了一切 每次我在跳舞之前 或者编舞之前 我都会去观察我身边的人 我去看他们的言行举止 去看他们的神态 我去想象着 他们经历过什么样的故事 我往往有的时候很自我的觉得 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应该听我的 我认为什么什么 但是其实我们应该站在 另外一个角度 把生活里的情感 和生活里的场景 用眼睛带入排练厅 我们带着自己的生活阅历 带着自己的人生经验 放到这个舞台上 我们每个人都有做梦的权利 每一天我都会为自己的梦想打拼 我想积攒到足够能量的时候 终有一天它会实现 我觉得我最幸福的时刻 就是当我跳完舞以后 大家看见的不仅仅只是这支舞蹈 他们看到了 属于他们生活里的温度和温暖 只有拿到那座奖杯 才是对这个舞台画上最完美的句号 我也想感受一下奖杯的温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大雨的翅膀已经太辽阔 我松开时间的收索 怕你飞远去怕你离我而去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 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倒流进天空的海底 啊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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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的我必选 谢谢 critical 就是我今天看了所有舞蹈里面 最大动作的 其实这支舞 是我三个月来参加 舞蹈风暴的一个感受 我想把这支舞蹈 送给所有参与过 舞蹈风暴的 不仅是舞者 导师们 还有所有幕后的工作人员 我觉得我在这个舞台上 像是经历了一场洗礼一样 而这支舞台 我们在这里所有的舞者 都通过刚才那一束纱 我们从这个舞台变成一条 大于我们要飞到另外的世界 所以这支舞蹈 是我致敬舞蹈风暴的 希望这个舞台 它成为我们的一个新的开始 飞出这个棚 在另外的舞台 展示我们更大的天地 太美了 不仅是舞台 胡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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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支舞台 胡志源 都想要我放出 你们看到这个沙在飞舞的那一瞬间 像一个鸟的翅膀 其实胡志源的这支舞就是鲲鹏 来自庄子的逍遥游 北名有鱼 其名为鲲 然后画为鸟 其名曰鵬 就是从鱼到大鵬展翅的一个过程 太震撼了 然后老师我跳这支舞还有另一个原因 因为《大鱼海棠》这部动画片 春的舞蹈原型是我编排的 确实是回味无穷的作品 也是一个让人想落泪的风暴时刻 说实话 其实我觉得看到这支我心里很难受 我不懂舞蹈 但你能让我哭 就是你懂吗 我现在说话我都是想哭的 你刚开始跳舞的时候 点燃了我心中的小宇宙 我是想艺术 它并不是天上出不可及的繁星 它是种在我们所有人心里的一个种子 静待发芽 真的太厉害了 真的太厉害了 如果我再多看你们两期 我跟所有的舞者一起在这待三期 我今天必哭 胡沈云 从第一支舞到这支舞 你的完整度 你动作的严谨性 你对艺术的要求 一直可以打动所有人 而且我一直认为在舞蹈中间 舞蹈动作和情感的表达 两者都需要的 但是你都拥有 恭喜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